可是宜芳 不是那麼多人吃得起燕窩 有沒有什麼平均化的替代方案 我有個朋友叫小燕 然後她的口水 不是 這樣 燕窩裡面其實是所謂的生長因子 那但是譬如說有一些癌症 就不能吃燕窩 反而會讓她 還有女生年紀太大 也就是超過50歲 也不要隨便吃燕窩 因為她因為生長因子 有時候會讓身體的癌細胞 容易會破壞 所以其實燕窩的話 我想Vivienne薛若萱 除了燕窩之外 我想她還有其他的食物 因為我覺得她是個 非常重視養生的人 如果沒有燕窩的話沒關係 其實喝鮮奶跟燕窩的效果一樣 為什麼呢 不管是鮮奶或幼酪乳 裡面含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尤其含一個叫普氨酸 普氨酸的成分 其實就屬於 讓我們膠原蛋白的成分 沒有燕窩 我們吃鮮奶 一樣可以讓皮膚端一端很漂亮 女明星們有聽到 也是隨身帶一個罐子 罐子裡不要裝燕窩 就裝鮮奶就OK了 像黑木耳 白木耳呢 有沒有同樣的功效 他們兩個 至少是說他們是個膠的東西 但是還是跟燕窩有差別 因為燕窩有所謂的 上皮細胞的生長因子 但是白木耳是沒有的 兩個是有差別的 雪哈呢 有人用雪哈代替燕窩 雪哈其實是這種荷爾蒙 雪哈這種東西不能隨便吃 如果說有 雪哈好像是一種蛤蟆 青蛙類的舒軟管 旁邊的一種脂肪還什麼東西 它其實是補荷爾蒙的 就跟我們女性補 女性荷爾蒙一樣 如果說你本身有子宮肌瘤 或者說有子宮癌 或是說甚至乳癌的人 是不能吃雪哈的 所以這種東西不要隨便亂補 這個訊息非常重要 大家都只知道 貴的好像就很好 就在那邊隨便亂補 補過頭可能對身體會產生危害 大家要注意 再來看看保養也是很有一套的 安世奈美惠 她就真的看起來很年輕 你們猜得出來她幾歲嗎 只覺得說到好久了 頂多三十都了不起 妳是不是也從幼稚園看她表演 文子 照理來說是這樣子 是這樣的 而且我真的覺得她真的沒有變 她連結婚前結婚後 而且她生完小孩都一個樣子 好厲害 連體態都維持得更好 她至少應該不會比徐若瑄 我想跟徐若瑄可能差不多 所以應該猜答案是30幾歲 女界應該是37 是這樣嗎 即使是30幾歲也讓大家非常驚訝 我們來看看 34 不過看起來真的就像23歲 她看起來像24歲 這太厲害了 為什麼 她靠喝烏龍茶 烏龍茶怎麼會這麼好用 女生其實有兒茶素 女生要讓自己不老 最重要就要防曬 防曬很重要 日光才是造成老化的最主要因素 會讓上皮細胞狡化 烏龍茶裡面含兒茶素 可以預防這些日光 對我們身體的皮膚的傷害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年輕 所以其實每天早上喝一杯烏龍茶 是很重要的 那我再多問一點點 是日本的烏龍茶比較好 還是台灣的烏龍茶比較好 因為是台灣烏龍茶比較好 因為最近大家也問過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夏天裡面 那個茶裡面兒茶素比較多 冬天兒茶素比較少 因為我們知道茶素很聰明 她知道要防曬 所以夏天的時候 她有比較多的額茶素 比較有智慧型的 那一定要線炮的嗎 如果說便利商店買的 有沒有用 要線炮比較好 而且日本的 日本他們 你剛剛講香港他們 有香港的食補方法 日本他們的海鮮 他們的那個生魚片 尤其是汙膩 那個汙膩 海膽 海膽對女生來講是非常 很多女生喜歡吃汙膩 而且日本我也好愛 我現在想到 那個口水已經快流出來了 怎麼辦 對啊 所以你說海膽也是一個 很棒的養生生品 對 而且日本的昆布 綠茶 日本他們喜歡吃 薩西米金魚的鮪魚 還有魚 那些都是韓國老師 那些讓皮膚都能夠鑽鑽的 再來看 唯一一個沒有公布答案的是誰 大S 去年剛剛結婚 現在正在拚個小孩的 她幾歲 她好像妳知道我一點點 她好像用6吧 我知道 所以妳們看 已經有人知道答案了 好像妳是30出頭吧 是不是 她跟安世奈美會誰大呢 30大姨 對 好厲害 吃珍珠粉 曾經有這樣子的傳聞 可是珍珠粉也一樣的問題 超貴 你知道珍珠粉最糟糕的一點是 它從一顆兩塊錢到一顆2000塊的 都有 就一顆叫麻 價差實在太大了 價差很大 所以我覺得要找一個有品牌的吧 因為那個 有一次去驗珍珠粉 因為珍珠粉 養顏美白 從慈禧的 慈禧太后 從70幾歲還可以趴 小弟弟的那種這個 她的歷史 就是 她是有開始解帝戀的 要解帝戀的開始 妳就會覺得說 這個慈禧太后70幾歲還這個樣 所以慈禧的御用這個秘方 美容秘方全部都流出來 其中就有 當然就有珍珠粉 可是珍珠粉有人去查驗 譬如說蕭基會 蕭保官他們去查驗 發現說什麼號稱 什麼天然珍珠粉 結果都是那個貝殼 對 化出來的 貝殼粉 所以妳知道 就是妳在買的時候 妳真的要有美白功效 妳真的要去找到一個 妳相信的廠商 它是用真的珍珠做的 蚊子妳是不是對珍珠粉 有一點認識跟了解 可不可以簡單教我們怎麼分辨 有一段時間 女明星之間都在封珍珠粉 因為它好像取得 比什麼膠原蛋白 要自己空 還是什麼自己煮的那種 還要容易 有誰比較大方 他吃不完的分妳吃嗎 有 藝人會分給我們 我吃過好幾種 但是我真的吃不出來 沒有過期 沒有過期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差別在哪 因為它就拿給我那個是小包裝 對 就是已經裝好的 或者是膠囊 對 一包 光這樣一包 可是它說裡面又還有 還有那個什麼膠原蛋白 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加 都加在一起的這樣子 然後這樣一包 光這樣一包大概就要 大概單包的四五十塊吧 就這樣 然後配水喝 可是喝起來就甜甜的 而且那個顏色有的是黃黃的 人家說越黃越好 也有人說NO...要白 白都發亮越好 它有泡在水裡面溶解 然後每天當開水喝 就一天泡個兩三包在水裡面 可是我又有聽到有人說 不可能 那個珍珠粉是不可能溶於水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到底我喝的是白粉嗎 我喝的是什麼粉 對 所以珍珠粉真的太多了 所以無從選擇 妳也沒有辦法分辨 到底對妳本身有沒有任何的幫助 我也沒耐性 對 我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喝牛奶型的 我是喝牛奶型來美白的 對 所以從妳身上感覺效果不錯 有 我覺得喝牛奶真的有用 然後剛剛又經過老師證實之後 我就更相信就是要喝牛奶 然後要多吃魚 沒錯 這樣就對了 比較省錢而且又很實在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公布 這個潘瑩子潘奶奶不老的秘訣 因為潘瑩子她每天在家騎腳踏車 騎非常久 就非常久 然後她還有一點 因為她都做完以後 她非常有自信 而且她一直告訴自己 她那個年齡很重要 她是永遠不老的 所以她每天都會對 她常常對鏡說 魔鏡 魔鏡 身上最漂亮的女生 就是她自己這樣 那種催眠跟自我催眠 而且她永遠不復老 她永遠知道 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生 這一招非常高 你知道有一句名言說 妳只要欺騙得了妳自己 妳就可以騙過全世界 所以真的每天就對著鏡子 告訴自己 我的身材很好 我很美麗 久而久之真的有效果 人家也會這樣想妳 依林妳跑遍世界各地 有沒有哪些國家 他們一些特殊的保養法 讓妳也覺得 好驚訝 原來有這一招 對啊 譬如說 人家都說 女生生完小孩子之後 特別容易閒老 因為很多的精華 都給了小孩了 所以我曾經去過像馬來西亞 或是越南他們那一代 孕婦產後一定要吃鴨仔蛋 那個就是鴨的開盤 對 它就是整顆蛋 裡面有一隻小鴨 裡面化的 未孵化的小鴨 受精卵 然後即將孵化的鴨蛋 對 即將孵化 就是它可能再過兩天 兜兜兜 它就跑出來的那一種 但是它是要吃新鮮的 因為一般在台灣 大家都覺得說 印象很不好或是幹嘛 是因為有人吃到不新鮮 它是很臭的 然後你可以叫你吃醬 跟小鴨蛋 ��你了 。